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全日總結,先介紹嘉賓 來自研究部的經理陳偉總在旁邊 Jason,你好 Johnette,你好 先看看港股方面的情況 恆市這一刻就變動不大 升1點,24957點 成交金額有673億 掛企指數跌37點,11067點 其實今日滿市之中,找到四隻藍袖破頂 港交所一直都強勢,一定有他份 今天高位見過184.9 現在都升1.5 還有借宗移動,這幾天都有資金追捧 高位見過96.3.5 之後找到聯想集團,出了業績後 亦都有追捧 高位見過11.9.8 挨近12元 另外2號的中電,亦都有高位65.8 Jason,不如談談市況方面的情況 一直都向好 但今天沒有見過25000的心理關口 但又這樣說,港股又好像跌不下 扭住了 成交都OK,680多億也不是太少 怎麼看港股方面的情況呢? 好像欠一些藥人 但這一陣子,你見到臨收市之前這幾分鐘 市都彈得挺厲害的 不要忘記,今天下午回到來的時候 行資最多跌了100多點 接著那個跌幅都不斷收窄 到現在臨收市 都押近全日的高位 至少接近24960 和2500都只是差幾十點 這個距離來收市 反映現在在港股方面 氣氛都算是不錯的 雖然你說今天升就不算 真的升很多 甚至乎現在都要跌回頭 但不要忘記,上星期 其實指數都已經是24200這些低位 彈上去25000 即是說近期的強勢 其實都沒有什麼正式調整過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陣子 在高位整固完一排 那接下來再向上突破 其實反而都是一個健康的格局來的 那今天都可以留意 你說市資所以跌不下 其實都是靠某幾隻的藍售股來拉動 那當中你剛剛提到的 有個別創新高的那些 包括就說好像說 今天都升了 接近是有4%的聯通 中海油 還有就說見到中移動都升了3% 這幾隻的油股和電信股 就拉動了上來 反而就說中資的金融股 今天都做得比較黏一點 那都可能是受回從農行方面 出來的業績不是太令人滿意 所以就令到內銀股 在出過業績之前都受到少少的沽壓 所以你說今個禮拜焦點 都一定是放回去 這些內險股和內銀股方面 公佈中期業績 究竟他們的表現是做成怎樣 特別銀行那一部分 都要留意他們的貸款質素方面 又沒有惡化的情況 如果你說整個表現都對版 我相信到時這一類的中資金融股 就可以追回近這幾星期的落後 到時連他們都爆上去 港股要破2萬5 其實就真的不算太大的難度 好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一些藍籌這一刻的組織 好 剛剛港股都收了市 看到第一隻的匯控 跌了四毫子 收報八十三個半 中移動繼續破頂 升勢來說 超過百分之三報 九十六個三毫半 建行跌五線 公行和中國銀行跌兩線 港交所破頂 收報一百八十四個半 國壽升三毫 友邦回五毫半 四十二個四 騰訊方面跌一半 金沙中國跌一毫 長實跌五毫 新地跌八毫 九倉和中海外跌五線 環之地跌兩毫 中海又升五毫四 升幅有百分之三點七 收報十五個兩毫四 中石又升兩毫 中石化跌四毫 坤能能源跌六毫 中石又升兩毫 收報二十三個兩毫 我們剛剛提到的 中移動一路強勢 這隻我們之前都說了很久 今天排頭位 重磅股排頭位 聯通七六二 我們先跟進一下股價 最終收在13.4 升成3.7% 有什麼利好因素繼續撐住呢 之前提到鐵塔公司 預料到2020年的收入 都有成二百二十一億 而且你都知道 業績方面真是交到功課 如何看回他們後市的表現 又或者這麼說 整個中資的電訊股 其實都是強於大股 會不會說這隻七二八下一鋪 或者下一次就輪到 它可能有一個炒作 其實今天這隻七二八 都升不少上來 反映現在的資金 開始都找回過去一陣子 都相對可能最落後的 一些辦法來炒 電訊股如果單體中移動 業績相當之不錯 但是之前都說過 始終現在內地的三大電訊商 接下來在4G的市場 都仍然要陷入另外一番的競爭 始終大家都是經營同一個業務 provide 相同的服務的時候 很大程度 接下來他們要爭客 都一定要將月費計劃調低 或者要打回多些折扣給客戶 所以到時候對於App方面 其實都有少少擔心 但現在市場上炒作的焦點 反而放回去 就算月費跌了不要緊 因為上客量都會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而且如果你看回中移動的業績報告 反映在4G方面 現時的人用數據的量 都明顯是有較強的增幅 所以如果人們到時候用多了Data 上多了網 就算你每一分鐘便宜一點給他 都不等於整體的App會跌很多 所以現在看到大行出來 都幫助電訊股護行 反映他們的股價 視乎短期內都能夠保持到強勢 更何況你說接下來 鐵塔公司現在傳 就說10月份正式投入運營 到時就有機會 這些電訊公司 將旗下的資產賣回給鐵塔公司 會不會令到接下來他們有額外的收益 或者CAPEX方面可以省一些 這些因素對於電訊股來說 都是有短期的利儲的 好 感謝Jason 在電訊股方面的分析 其實今天來說 也有幾間公司公佈了業績 講大隻小小 康師傅322 正後股價偏遠跌5千步22.9 都和大家跟進 其實康師傅公佈了 直至6月底節的中期業績 順利按年升1.8 去到2.32億美元 每股營利4.14千 就不會派中期息 他們營業額按年升超過1% 去到55.04億元 毛利方面按年升超過半成 去到17.1億元 毛利率方面都可以升 升1.2%去到31.07% Jason 如何看回業績方面的情況 但都看到它的設計盈利 就說差一個預期 毛利率方面其實都可以升 但不是犯犯做得好 方便面好像不是做得太好 是的 方便面的毛利率方面 這次都是要跌 跌了1.62% 但是幸好看到飲品 即是佔營業額最大部份的業務 這次就交到功課 看到它的營利方面 即是單是飲品那邊 都升了1.3倍 毛利率方面 亦都可以提升到3.25% 當中都是因為它在售價上 可以慢慢提升 之前大家最擔心 康師傅和統一在飲品的價格戰 究竟會持續到多久 對上幾個月都有很多消息 說兩家公司都達成了一個協議 未來不會再用一個惡性減價的策略來爭客 所以變相對於它們的毛利率方面 我相信都可以慢慢回穩 再加上你說在康師傅之前 拍著白市那邊去搞很多不同類型的新產品 見到這次都能夠是交到一些成績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這個飲品業務 都能夠保持到這個增長的話 對於康師傅的股價其實都還是會有個正面幫助 你說今天它出了業績 雖然是有些下跌 但是它一出的時候都曾經跌到22.5 但是之後的時間 跌幅慢慢收窄 還有不要忘記 說出業績之前在上個星期 股價已經是偷步升上來 所以你說今天跌回一些 其實問題都不大 看回現在你說這個趨勢 站得穩定十天線 接下來進一步破頂的機會 其實都是挺高的 好啊 麻煩了Jason 立即和大家跟進食品股的表現 康師傅跌五仙 中國往往跌兩仙 統一中國跌七仙 中國糧油升一仙 股潤食品無聲跌收報4.07元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Jason跟你說的股份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家庭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休息幾分鐘 稍後有另一位國語主播 和大家跟進最新的新聞 千萬不要走開